網羅天下趣事 搜尋萬種風情 修傑敏儀和你站在 精彩生活起跑線 早安早安 歡迎大家收聽由傑哥和敏儀主持的 精彩生活起跑線 傑哥早安 敏儀早安 最近我睡得很差 傑哥 因為天氣很熱 也是其中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 你知道我也會戴著我的iWatch睡覺 所以主要是注意到我 究竟每一天睡了幾個小時 但是也因為戴著iWatch 很多的所謂的通知 很多不同的App有些通知 有訊息或者電話響 我的iWatch都會穿著 所以我對這些高科技的東西 我一向是持一分為二的態度 高科技令到我們生活有所改變 和我們提供了很多便利 但是這些iWatch這些東西 到底其實我真的不覺得它有什麼用 我知道你經常會看自己 我昨天睡了幾個小時 是 真還是假的 真還是假的 真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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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說100%假的 我覺得也真是假的 首先我們先說它的肌理在哪裏 它如何判斷戴著它的主人 是睡覺還是醒了呢 它可以這樣的 它可以檢查到你是深度睡眠 或者是淺度睡眠 或者是醒了 我覺得很難相信這件事 因為你會移動 譬如說你深度睡眠的時候 是否雙手都不移動 當你正在睡覺 移動的時候 即是說你睡得不冷 不是呀 我睡覺睡得很緊 發望打老虎的時候 我的手都沒有觸動 那是否它判斷不了 即是它這個IQ有多高呢 這個AI的水平有多高呢 我真是很懷疑 但我覺得都準的 即是我會覺得 譬如說我醒了幾次呀 真的完完全全是醒的 去知道的 所以我見到 即是我睡得不好 一晚是醒了四、五次 你就不要睡 你知道我們做媒體的人 我們跟亞洲有很多很多聯絡 所以亞洲跟我們有時差 那如果你是帶過這樣的東西 隨時你會知道有誰找你 打個電話、發個訊息呀 你知道現在的社交平台又多 有什麼WeChat呀、WhatsApp呀 即是種種社交平台 不斷有人找你 你不用睡了 那我覺得呢 因為那個震一震的 不是說很厲害 如果你是真的睡得倒楣的時候 的確是不知道的 只不過是睡得不倒楣的時候 你會知道 人家會紮醒的嘛 一紮醒就睡不著了 那個震動是很輕微的 但是為什麼我最近睡得不好 第一 你說的 因為太熱 天氣熱 我又沒有開冷氣睡的習慣 所以會熱醒的 熱到醒醒的狀況 當我飆有什麼震動 輕微震動的時候 我都知道 等等 請問為什麼不開冷氣睡覺 其實我是睡之前已經開了冷氣 開涼了這間屋再睡 但是呢 到了差不多 差不多 我覺得 屋子又是開始熱了 所以又熱醒了 我建議這些環保團體 頒個獎給你 夠環保 為這個制止氣候變先而努力 不是 我是省電 我只是省電 就是省電 就是制止氣候變先 我是為了省錢 不想給那麼多電費 合理的 合理的 為什麼我說睡得不好呢 其實就算是有一些 你剛剛說的 亞洲的同事 可能是給一些訊息 都是輕輕震一震 可能我有時看一看 知道是他們 我都不理的 但是為什麼我整個人會醒呢 是因為涉及到我女兒的健康 你知道 我也提過我女兒有糖尿病 所以她的血糖不穩陣 就是過高或者過低 我都是即時可以收到訊息 就是見到她即時 究竟她血糖是多少 那這種又是什麼新科技 可以令到她的血糖 你可以隨時能夠監測到呢 其實我覺得是醫學的科技 日新月異 很多時候我們現在用的儀器 比起以前是很先進的 我想在電視劇裏面 古裝片 我知道糖尿病 好像是叫消化症 是嗎 是呀是呀 因為糖尿病的表現 就是三多一少 叫什麼 出汗 吃得多 排泄多 還有還有什麼多 少就不斷瘦 可能就是一種特點 所謂吃得多的特點 就是她經常會肚餓 經常會口渴 我總之知道 古裝片 我見到叫消化症 是沒有得醫的 但是當然 現今社會 糖尿病就已經是有得醫了 說到十幾二十年前 我女兒剛開始有糖尿病的時候 那時候醫學沒有那麼先進 要每一個小時去檢查她的血糖 因為她剛開始發病的時候 比較緊張 回到家 在醫院回到家之後 每個小時晚上 是要起床幫她 用刺針的方法 刺她的手指的方法 每個小時多一次 每個小時多一次 所以等於 這個過程真的很痛苦 我真的很痛苦 因為我沒得睡 她也很痛苦 她也痛苦 我也痛苦 她在醫院的時候 直接不敢睡 因為她那時候只有一歲半 她覺得 感覺是一睡了 就有人去刺手指 痛 她寧願不睡 坐在那裡也不睡 很可憐 因為她那時候只有十八個月大 所以刺手指的過程 是挺痛苦的 十指痛歸心 十指連心 所以用針去刺手指 拿一滴血去檢查她血糖 那時候 我覺得是挺慘的 為什麼要每個小時檢查一次 不可以每兩個小時嗎 剛剛回家的時候是 後來穩定了之後 就每三個小時 後來 就算怎樣穩定也好 日後夜晚都是每三個小時 晚上再穩定一點 就不用起床查都可以 只能夠用刺手指 採取一些血氧的方式 去看到她的血糖是高還是低 然後才決定是吃藥 還是要補充其他的食物 因為我女兒的屬於 叫一型糖尿病 就沒得吃藥 二型那些 成人的糖尿病 你看到很多人都是真的有吃藥 是去到有一些覺得已經吃藥控制不到 就打針 成人都有打針 但是一型糖尿病 基本上就等於他們的胰狀壞了 不會去製造這個胰島素 所以必須要靠外來的胰島素去幫他 所以基本上就沒有藥吃 就是打兒島素 當時的醫學 或者因為我女兒太小了 就是一歲 所以是督手指去驗他的血糖 再加上要用這個針 去把胰島素打進身體體內 嗯 那就是很複雜很痛苦的過程 是啊 還有計算要很厲害 究竟他吃了多少碳水化合物的食物 要計算 全部要計算 每一餐都要計算 每一餐 是的 以前用這個針藥打進去的時候 胰島素還分兩種 一種就是快速的 如果你吃東西進去的時候 當然要快些 打一些快速的胰島素 去將你吃東西進去 將會令到你血糖增高的carb 將它立即壓低 另一種就是慢慢的 因為其實我們身體體內 就算你不吃東西 你的血糖都會慢慢有轉變 所以他打進去的胰島素 是有快速和慢的兩種 所以計算要計算得好 第一你要計算他吃到多少carb 你要打這麼多胰島素進去 再要加上 究竟長期的慢慢 慢慢揮發的胰島素有多少 當然這個醫生都計算給你 但是你自己要很小心 那這個跟你 成為一個精明的消費者 有沒有什麼關係 不是 經常計算好 沒有的 一向都是一個精明的消費者 好 那現在呢 現在的方式 是否比以前變了很多 真是差很遠 因為他到了我想 在小學幾年班 三四年班開始 已經醫生幫他換了一個 胰島素的pump 即是好像call機這麼大的pump 就長期揹在身上 變成他不用每一餐 吃東西再打針 其實每一餐吃東西打針 都很麻煩的 譬如說我要計好他將會吃多少東西 就計好了 將這支針打進去之後 他再想吃多一點東西 他不可以再吃了 因為針已經打進去 除非你再忍痛再刺多針 即是每一次都要將熱度數 預先打進去 然後才決定 先按你的計劃 吃這樣的食物 即是你要計劃好吃多少東西 你再打針 打完針之後 你就不可以再吃多一點東西了 所以人的健康很重要 即是如果一旦有這些病的話 大家可以想一下 我想一下這個過程 我會覺得很痛苦 不如我們休息一會 稍後說一下 現在的科技昌明之下 有什麼更加便利的 令到我們控制我們健康的方式 好嗎 稍後再談 歡迎大家回來 精彩生活起泡線 我們今天跟大家談談 一些相關健康的話題 上次敏儀介紹 她的女兒因為有 一型糖尿病 即是先天性糖尿病 所以控制血糖 過去有一個很痛苦的過程 你剛才說到有一個 泡在她身上背著 用這個泡來控制胰島素 在不同的情況下打多少 怎樣用呢 其實這個泡真的很好 令到她吃東西可以說 Flexible了很多 不會說打完針之後 你再想吃多一點 不行 但是這個泡 令到她可以隨時隨地 她想吃的時候都可以吃 很Flexible 這個泡是很小 好像Call機一樣的 不過可能現在的年輕人 都不知道什麼叫Call機 全腹肌 如果我們說火炒那麼大 可能大家都不知道火炒有多大的 也沒有這件事 好像Call機那麼大 她將這個胰島素 就放在一個瓶裏面 就放在這個Pump裡面 這個Pump每三天換一次 就長期插住在屁股的位置 因為她可以長期插住的時候 就等於這個藥是24小時 醫生已經幫她調好的 她需要每一個小時 需要多少藥已經調好了 那她很厲害的 就是每一個小時她需要 譬如這個小時她需要多一點 她自己就會多一點藥 因為你已經調好了 醫生幫她 這個是她設定好一個規律 而不是她可以感覺到 你低血糖或高血糖 是 從而改藥 只是醫生設定好 是的設定好 那如果你是要吃東西 那當然就是你繼續要 用你精明的計算方式 再加 去計算了 是的 計算了你吃多少Cup之後 就你自己人手打下去 就告訴那個Pump 我現在吃50克的碳水化合物 那當你打了50克進去的時候 醫生又已經設定好在Pump 你哪個小時有不同的份量 那你如果這個小時 我吃50克你打下去 那它就會告訴你 你要打多少藥肚素進去 嘩 聽起來都很複雜 不複雜不複雜 很複雜 那譬如我去到不同的餐廳吃東西 那我怎知道這個食物有多少個Gram 那這件事你又可以利用一下App 那如果是用iPhone的 那我就知道有個叫做 Calorie King的一個App 那它就完全有很多不同的食品 甚至乎美國的快餐店 或者餐廳 都可以很輕易在裡面找到 那接著你就找到的食品 它全部有了 多少卡路里 多少carb 就是這個碳水化合物 甚至乎多少糖 多少糖 全部都有了 那回到亞洲呢 吃夠臭豆腐呢 那它 多過魚蛋 那那怎麼辦 亞洲的食品真的沒有 如果你說臭豆腐 燒賣蝦餃那些沒有 但是它裡面是可以 譬如說麵粉 你用多少麵粉製作了多少麵包 你自己可以計 其實很多的計法 所以我覺得 你可以利用這些App 去找到一些食品的碳水化合物 所以如果你出街吃 你算得到之後 你就等下去的Pump 我現在吃50克 最重要的大前提是 你不要計錯數 先注入胰島素再吃東西 這個是規律 那我如果餵食的時候 看到好東西吃 又繼續打 所以我就說 為何會好過以前打針呢 因為打針 你如果再想吃 你就要多捱一針 那現在就不用了 那個針一向就在你的體內 所以隨時可以根據需要 而注射一些 移土素進去 是的 所以那個Pump 我覺得是一個 非常之好的 很先進的一個儀器 首先令患者 沒有承受那麼多打針的痛苦 是的 都令到你控制起來 便利了很多 是的 醫生所說 就是控制你的血統 是更加控制得好 那這個就是從它由 就是督手指打針 就變成了一個Pump 之後呢 哇 更厲害 後來這個Pump 跟這個督手指的那部機 還可以連線上 嗯 那即是說 當你用那部機去督手指的時候 看到的血糖多少呢 你是直接可以在那部機 那個督手指 就是檢查到你血糖那個 就按你要打多少胰島素 譬如說你高了 譬如說它是200 血糖200高 那即是要打多少胰島素 你立刻可以在那個 檢查血糖那部機 就直接告訴它 我現在要做adjustment 我要打多少呢 所以其實 還是要督手指的 要 那時候是還需要督手指 但是那部機 就和你那個胰島素的Pump 大家是用藍牙連結了 那所以當你那個血 去到那個Pump 不是Pump 那個鹽血糖那部機的時候 你就直接可以用那部機 告訴你的Pump 我現在需要做adjustment了 那它就會知道做多少的 因為已經調好了 等等 那你按下去 在你手指的那部機 是 明白 但是你剛剛說到一個很關鍵的詞 藍牙 那如果沒有網絡呢 那是不是這個功能就會消失 那你就在那個Pump裡面自己 在那個Pump裡面放進去 就不能夠做到那個督手指 那部機 測血糖那部機去指揮那個Pump 注入胰島素 如果沒有網絡情況下 那你就要這樣做了 是的 沒錯 其實它們已經連線了 但是如果真的沒有的話 你也可以用你的Pump 在Pump裡面 將一些胰島素打進體內 但是說到現在 我都沒有聽到 怎麼可以令你的Eye Watch 可以知道它的血糖 因為後來這個先進的儀器 更加發達 如果最近大家如果有看電視 我自己看到一個廣告 就是說你可以輕鬆的檢查血糖 那它有一部 有一件東西是打在手臂那裡 好了 當你想檢查血糖的時候 就用一部機 在這個手臂上的儀器那裡 仰一仰 那麼它就見到血糖 多少了 那就是說你不用再刷手指 我最近我見到這個廣告 但是其實我女兒在用的 最新的一個儀器呢 更加方便 不需要你用那部機 在手臂上仰 仰一仰 就是去掃描一下它 其實就 那麼我看電視廣告那部機就要掃描了 我女兒那部不用的 現在呢已經是長期 它當然這個是十天換一次了 在它的手臂 在它的手臂 就左右這樣去Rotate 就是不要長期刷在同一隻手 但是刷了進去之後呢 它是二十四小時 它的血糖都會顯示在它的機上 還有手機上 嗯 那所以呢 它的手機就可以連結到你的手機 跟著在iWatch就可以反映出來 是不是 是的 因為它是可以給五個親人 是可以share到它的資料的 嗯 那你就可以隨時監控到它 沒錯 有沒有低血糖 有沒有高血糖 要不要採取什麼措施 它可以set的 譬如說我自己set了它 多少以下低的時候 它就會通知我了 那所以為什麼我最近睡得不好呢 因為低血糖其實是比高血糖危險 通常低血糖是即時的危險 你會暈眩的 高血糖呢 反而是長期的時候 就當然是會有很多不好的 併發症之類的 但是低血糖醫生很緊張的 那我女兒最近這兩晚的血糖 就是控制得不好 低 所以我就搞到我沒得睡了 那它自己不知道的 沒有一個警告去提醒它 當然有 但是那些年輕人 睡覺大過天真是不好 它真的覺得 其實我又沒有什麼不舒服 它就冷起床去喝果汁 那個氣糖如果你是去到一個 很境界線 即低於60已經是不好 它這陣子低於40 真的很差 其實那個氣糖是響到 它好像有警告響的 那其實如果它 第一 如果好像警告響的 它自己聽到 聽到 第二 周圍的人都會聽到 如果它也同學住在 那裡 那便影響到別人 可惜最近她的房間 是放假 就不在房間裡 所以只剩下一個 所以我很擔心 好 我們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談 好 稍後見 歡迎大家回來 精彩的身為氣泡線 今天跟大家談 健康話題 我們剛剛說到 科技越來越猖明之下 一些慢性病的控制 對慢性病的 有些採取方法去糾正它 其實令大家更方便 好像我們說糖尿病 當你低血糖 當你高血糖 那時候 機器自動會和你發出警暴 亦都可以很方便 去做一些處理 其實這種科技槍明 確實是令大家生活上 有很多便利之處 但是 前提是最好沒有病 所以沒有一型糖尿病 先天糖尿病的人 其實都要防止二型糖尿病 其實二型的糖尿病 很多時都是出現在 肥胖的人身上 因果關係是怎樣 是因為肥胖糖尿病 還是因為你經常吃太多好東西 令到你的營養過剩 導致了糖尿病和肥胖同時出現 其實我覺得 你肥胖是令到你 其實你吃很多高carb的東西 其實是以致你的血糖高的 因為高carb的東西 會令到你肥胖 為什麼我們減肥 經常說要減吃有碳水化合物的東西 就是因為這些東西 會令到你肥胖 平時你的身體素質 健康水平下降的時候 可能你的肥胖所產生的胰島素的量 亦都不足以去消除你體內所吸收的carb 所以就令到糖尿病出現了 但是我們說這個人的健康 我們不可以用一個很簡單的一個公式 去行定 比如說你肥胖 那你就有糖尿病 肥胖的人往往會容易有糖尿病 但不代表所有人的糖尿病 我認識一個朋友 肥胖到什麼程度呢 超過二百多磅 我相信他二百三十磅 我記得他的減肥目標是二百磅 所以當時大家都覺得他身體會不會有什麼毛病 最起碼是三膏 血脂膏 膽固醇膏 這些 大家都覺得他一定有 偏偏他的三膏 他這三個東西不高 就沒事 我有一個認識的朋友也是這樣 一樣是二百多磅 但是他的身體檢查 你的三膏他全部沒有 反而我這樣的身材 現在是膽固醇膏 所以我現在時不時都要吃藥 控制膽固醇膏 膽固醇膏是不是你吃好東西太多 如果我以前 我五十歲之前 我真的無論怎樣吃 好像都沒有什麼這方面的問題 所以來到美國之後 突然間好像 吃得會肥 這幾年第一會肥 因為每年你去驗身 一驗就說 醫生我們膽固醇高 那怎樣吃藥 所以我前兩天又去驗了 醫生說 你的膽固醇 如果考試一百分 你有九十分 那我當然很開心 給我一個數字看看 我一看 我明明低於 你所謂的壞膽固醇的標準 那為什麼我只有九十分 他說因為人到一定年紀 不要用現在驗單當中的標準 現在驗血的驗單都有幾項數字 標準是多少 你是多少 他說你不要移這個標準 譬如說膽固醇是二百的 你現在一百八十 你又覺得我好燙 其實不是 他說你不能這樣想 因為隨著年紀的增加 你的身體機能下降 其實你應該對自己要求更加嚴格 所以他說你這輩子都要吃膽固醇藥 我聽到真的很崩潰 我也在吃 其實我都是高了二十多 二百二 但一直都不下來 醫生都叫我吃 我吃了之後 好像一百八 其實現在我們很多東西 我已經不吃了 譬如說 這個蛋黃 這個真的有爭議 有時又說 會令到你膽固醇高 但後來又說 那個蛋黃是對你身體好 你不要吃得多就行了 有些東西是有爭議 但有些東西是沒有爭議的 譬如說動物脂肪 這一定是令到你的膽固醇高 與之高 所以這些東西我已經是介食 肥肉 豬油 一年吃一次 豬油 雞油 譬如說我們小時候很喜歡 雞油爆完之後炒菜心 很香好吃 一年吃一次 我又不相信一年吃一次 會對你的身體有極大影響 膽固醇高 譬如說 吃了什麼大雜蟹 蟹膏 蟹膏 這些是會令到你膽固醇 都是脂肪類的東西 蟹膏其實都是動物脂肪的一種 所以這些已經是割了 譬如說我去打獵 我最開心看到野豬身上沒有什麼肥肉 所以你煮起來又不會那麼多油 即使你割了這些東西 你都沒有辦法 令到你的膽固醇 好像你十年前 二十年前 年紀開始大了 關鍵是年紀開始大了 其實這兩年對於我來說 影響我健康最大的困擾 就是不能去做運動 其實老實說現在開放了 大家都不敢去 你怎敢去 老實說以前沒有疫情 那時候我去健身房 健身 心裡都總是有些害怕 老實說一件健身器械 那麼多人 大家出到一身寒 有些人又不自覺 譬如說有些器械 如果是顧及他人的話 你應該戴毛巾鋪在那裡才用 不然你看他起床 明顯有一個寒刃 你容不容好 所以更不要說現在你疫情之下 所以我已經沒有去健身 那你可以做什麼 拉狗去逛街 運動都是很重要的 你自己出街跑步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看到現在很多人很熱衷 出街跑步 但是我看到街上的車 來流往往 不要說危不危險 排出一個廢氣 你覺得那個是你 應該在做運動的時候 有的空氣品質嗎 其實現在簡單一點 youtube很多人會有教這些簡單的運動 不過我覺得千萬不要自己亂地做 是啊 因為如果不是的話 可能會斜傷 我會找一些比較沒有那麼高危險性的 不會亂地拉傷自己去做 我認識有些朋友在家做瑜伽 做到睡在那裡不能動幾天 是嗎 你其實是這樣 譬如說我們去做尖 你說舉個啞鈴 或者是拉丹桿 誰不懂 你不懂就是不懂 因為你的用力的方式不對 所以其實我讀大學的時候 我已經曾經有過這樣的經驗 你去舉那個降鈴 舉那個牙鈴 其實你覺得 人家這樣舉我就是這樣舉 但是只有真的健身教練可以看到 哎 小孩子你這邊用力用得不對 你很明顯 你的力側在這邊 所以你側在那邊 你就很容易受傷了 所以現在 說回最痛苦的就是 有什麼地方可以做運動呢 我買一套健身器材回家 又好像 牙定 又不知 又怕開 很多人買了之後 做了幾次就不做 就是很浪費錢 所以我覺得跟在YouTube那些 OK 但是一定要識選 不要說 硬來扯傷自己 其實這是一個心理因素 當你去買了一個 一個健身房的計劃 你進去健身房 你很自覺就要做 但是如果你在家裡 你放個健身機在那裡 或者你說 喂 你開電腦 教你做瑜伽 你一定會覺得 我先喝一口水 狗又運動 還有有時候做運動 就是跟朋友一起去做 唯威唯好像會有些動力 你做完運動就可以聊聊天 是不是 如果不是你一個人去 其實你做完運動可以在那裡發牛鬥 令你那個做運動的熱情會下降 說回頭 就是怎樣健康 即是沒有一型糖尿病的人 都要怎樣用飲食控制自己 不要令自己在一定年紀之後 慢慢有了這個二型糖尿病 我們不如休息一會 待會和大家聊 好嗎 我們待會見 歡迎大家再次回到精彩生活起泡線 今天講一些健康話題 其實糖尿病困擾這個社會很多人 美國的糖尿病的人群 其實近幾年都有所上升 中國都一樣 中國經濟發展之後 糖尿病的患病人群 其實數量相當龐大 其實剛剛講到說 除了運動之外 即是吃東西要很小心 很多我們平時都會經常吃的 譬如說 這個汽水 果汁 飯 麵 那些其實是很高 這個碳水化合物的 所以我們 真的要小心去處理 我們不要過量去 吃或者喝這些 高碳水化合物的食品 其實呢 飯事有個度的 你回到幾十年前 當大家飯都沒吃飽的時候 不要吃飯 不要吃麵 被人打你也試 但現在真的是營養過剩 我們現在生活當中 其實你說 我經常看的媒體報道 美國社區大學有多少成 好像有三成的大學生 每天在那裡捱餓 我對這件事真的覺得簡直是匪夷所思的 你說你的營養不均衡 你說你的生活水準比較低 跟很多人比比較低 我相信 但是你說 捱餓呢 吃不飽飯呢 我真的覺得很難以想像 你知道現在有多少發放 免費食品的這些社會福利機構 應該沒什麼理由的 所以說回來 就是說你現在這樣的生活水平之下 要控制你涉入的某種營養成分 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除了糖尿病之外 其實很多小朋友都有其他的一些健康上的問題 有一些的小孩子 其實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就是有藥視的問題 視力其實是小朋友經常會發生問題的一件事 但是你真的要很懂得怎樣處理 才可以幫這個小朋友 將他這個藥視糾正回來 就令到他在成長過程裡面 這隻眼是繼續可以用到的 有些小朋友的藥視或近視 或者是有些散光 這是屬於先天性的 但是很多是後天的 譬如說現在電子產品多了 看電視、看手機 都會令到小朋友的眼睛 在他未成年的時候 急速地視力退化 都是後天的原因造成的 有可能的 其實傳統的那個 醫治藥視的方法 是用一個 那些叫什麼 眼罩 一邊的眼罩 就好像海盜 海盜 就把這個沒有視的眼睛 蓋住 就逼他用藥視的眼睛來看東西 這樣去矯正 但是隨著這個先進科技 就看到有不同的產品出來 令到這些小朋友更加願意去戴 就是這個輔助的眼罩 輔助治療器械 是的 因為那個眼罩 其實說真的 很多小朋友都不願意去戴 第一就是可能不好看 第二也都是會 不是很帥 像海盜一樣 不是的 小朋友可能上學會覺得 被其他小朋友笑 或者是覺得不開心 但是現在呢 隨著這個科技的發展 引入了一些的眼鏡 新式的眼鏡 是去醫治這個藥視的 就等於一個眼鏡框 你就是戴了一個副眼鏡 那它可以呢 是令到左邊或者右邊 是定時去蓋住它的 那就是你自己控制 我自己控制 不是它自己自動 意思就是說 你想什麼時候有這一塊東西 就是蓋住它就會出來 那變成它就戴著一個眼鏡 就不會說好像海盜 這樣戴一個眼罩 這樣一邊眼罩 就會好看很多 令到小朋友更加願意去戴 其實用這個先進的科技 去糾正一些健康問題 現在是越來越普遍的了 現在這些小朋友戴的眼鏡 矯正視力 包括近時都可以用這些眼鏡 去解決的 因為本身其實有些人近時 兩隻眼的度數是不同的 那你要它康復的話 可能是要兩邊有不同的度數 並且有不同的功能 令到它的視望膜 受影響受干擾 從而改善它的病徵 至於眼睛的疾病 就包括了我們的遠視、近視、散光 青光眼、白內障 現在很多 很多人包括我自己 幾年前都做了這個雷射 雷射呢 起初我聽起來都很害怕的 我現在都很害怕的 想起來都很害怕的 但是其實這個雷射 這件事已經是很多年了 我覺得都已經是成熟的一個技術 技術 這個雷射看回其實有三個指標是很重要的 譬如說你也好 你也不用做這個雷射 因為你沒有近視 其實我很想有近視 因為你用眼角膜的位置進行手術 調整這個角膜的結構 令到這個光線進入你的眼底 所以令到這個聚焦 因為我們近視或遠視 都是因為聚焦聚不到 所以它是用這個切這個眼角膜 令到你的視力變回正常 所以瞳孔越大 道數越深的人 在手術的時候 需要切了眼角膜 眼角膜是比較多 所以它就要測量一下 究竟你的厚度 適不適合切這麼多 我知道有些人的眼角膜 是比其他人要厚一點的 所以你可以做一次再做第二次 有些人就做一次 幾年之後 因為你眼角膜不夠厚 就很難再做 所以我當時做的時候 聽說我眼角膜是多厚的 是可以做幾次 但是雷射這件事 因為我近視就不是影響得我好心 反而老花就令到我 真的好辛苦 老花這件事真的很困擾人 現在對於我來說都很困擾 我就是因為老花 我說可不可以做完 我好像應該做了四年 四年還是五年 當時我說可以 所以我就做了 非常之好 連報紙最底的行 最小的字我都看清楚 兩年多三年前 我發覺自己很尷尬 去到這個西餐廳 突然發覺菜牌看不到字 要拿手機出來 開個電筒 因為西餐廳燈光比較暗 所以我就發覺自己 原來有老花 但是我也沒有打算去做 但是老花呢 做完之後都會回來 我現在都開始 都會的 他的技術只能夠維持 大概好像五年左右 我差不多了 所以現在又回來 雖然當時說我很厚 我再問他我可不可以做 他說不行 為什麼 不知道 但是算了 如果真的有必要的時候 就戴個眼鏡 所以這些東西 能夠盡量去 令到我們延緩那個老花 或者近視 但是這個技術 由當時 1980年的技術 風險不是太高 所以我覺得 醫學日新月異 無論我們是 在哪一個層面都好 糖尿病也好 或者眼的有近視 或者眼的疾病也好 都已經是日益進步 可以醫療方面 是令到我們更加 舒適地可以接受到治療 希望不久的將來 滴兩滴眼藥水 就可以令到老花近視全都消失了 希望 我們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